白白和赵丽颖同参加节目 待遇不同 谢娜的态度看出谁才是真朋友 现在各家卫视的竞争十分激烈 为了有个好的舒适率 也自然在明星身上下足了功夫 老实说这种对于很多明星来说 简直是种折磨呀 录一趟节目下来晒黑了 泪折了腰 最后搞不好还要挨骂 有的时候还真是饱饱心理骨 但没法说 但是有一档节目却另提洗净 做做饭 不光明星们享受了久违的体验生活 就连收视率也是直接高升 很多人应该猜到了吧 这档节目就是向往的生活 虽然节目很简单 但却号称是综艺照妖镜 明星们本性完全暴露出来了 圈粉和变万人黑 都是分分钟的事 最近来参加节目的张颖和谢娜 在节目里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人气再度高升 但是不要参加过节目的白白河 就比尴尬了 网上的评论 一边倒的提醒白白河 如何放飞自我 没素质 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 做错事情呢 首先是炫富 明明失去农村体验生活 但白白河却背了一个高达三万的知名包包 真不知道是用来干农活的 还是来做秀的 相比之下 赵丽颖真是淘洗了很多 极简单单的衣服 让人看着就觉得无比亲切 有网友发出他这件衣服 也就值一千多元 非常的亲民啊 再来看看白白河进屋之后 也没有换鞋子 好干净的小屋子 被弄得全是脚印 这个时候不得不再吹一下 何老师的口情伤 一边打扫 一边对大华说 你要不要给白河拿个拖鞋呢 结果白白河直接来了一句 我不让换鞋 影响我整体的造型啊 白白河是不是真的没情伤呢 难道看不出 何老师一直是拿扫帚 和拖铺来帮忙来着 白白河自己也没怎么干活 却一直都在批评谢娜 告诉小黑状 虽然也知道 很多时候白白河也是在好友间开玩笑 但是老这么说就很扫兴了 也怪西娜一直跟她没有太亲密 买菜的场景也是被网友吐槽 太过于鸡鸡鸡鸡脚 冰冷菜家真人秀 好歹都是抢着买单 又没有多少钱 但白白河就太过认真了 感觉她不懂朋友之间的人羞事故 自己逼买的女人